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原本这集是打算把第一部做个完结 没想到后面的剧情几乎都是主线无法简单带过 只好把结局留给下集了 延续上集内容 恶魔党秉持着奋战不懈的精神 不断的从失败中记起教训 终于打败科学小飞侠将凤凰号摧毁 可没想到科学小飞侠换了一台凤凰号PLUS再出发 不但所有性能得到提升 连G1到G4号的座机都加装了破坏力十足的新武器 恶魔党所有的努力等于全回到了原点 月底小飞侠跟阿斯卡一样口袋空空 众人都不约而同来到真正的小吃店蹭饭看球 传统的龙象大战来到第九局下半 目前比数是2比0兄弟向领先 两人出局一壘上有跑者 打击轮到卫拳龙队第四棒 亚洲巨炮吕铭刺 场上投球的依然是先发投手陈毅信 打击出去 是一只右外野方向的深远安达 一壘上跑者已经先起跑绕过三壘回来得分 但是吕铭刺在经过二壘壘包的时候竟然跌倒了 这时候球已经回传过来 OUT 回到基地后 博士也将最近发生的怪事告诉众人 前几天相同地点的一场球赛 在中间短短15秒的停电时间里 场上的选手跟裁判竟然全都消失了 能做到这种事的应该只有恶魔党 于是博士要科学小飞侠晚上前往球场调查 众人摸黑在球场上一阵摸索后 铁熊果然在二壘壘包底下发现一条通道 由于对方用磁铁将壘包吸住 使其无法被移动 所以昨天吕铭刺穿钉鞋跑二壘时 才被吸住而跌倒 此时周围的灯全亮了起来 球场地面突然裂开 铁熊与真真不慎掉落地底 大名掩明手快即使射出绳索 还附带救了阿龙 你看啊 这工程简直比新竹球场还扯啊 果然这球场底下是恶魔党的基地 铁熊二人掉落后 马上被催眠瓦斯鼻晕 嘿嘿嘿 既然被你们这些傻鸟发现 就不能留你们的性命了 皮尔大人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毒瓦斯毒死就好啊 看啊 你管我 先完成你的工作再说 大家也都知道 恶魔党官人都是不没收武器的 小飞侠随便就炸坏牢笼逃脱 在基地内还遇到那群被抓走的球员拦路 原来他们都被洗过脑 武力比小兵还强 原来恶魔党的目的 就是抓这些运动员来改造 计划被揭穿后 皮尔打算炸掉球场再逃跑 不巧今晚正好有比赛 要是炸弹爆炸可能会死几万人 最后铁熊击败小队长逼外出炸弹的位置 终于在拳雷打球快要引爆炸弹时 将这场危机给化解 难得的假日 珍珍与阿丁来到游乐园放松 由于游乐园刚好位于海洋研究所的旁边 很不幸的遭到恶魔党猛马向机械兽袭击 为了解救一个走失的小女孩 珍珍不慎将鞋子给遗落 结果就直接卡在机械兽的脚上 此时铁熊他们正好赶到 暂时逼退了机械兽 没想到回到基地时 南宫博士因为珍珍鞋子遗落之事 大发雷霆 要所有人立刻去游乐园寻找 画面来到恶魔党基地 士兵们正在清理机械兽时 发现脚上卡着一只女用鞋 随手就将他扔进焚化炉 结果焚化炉竟然无法将这只鞋给焚回 大头目皮尔立即对鞋子进行分析 用砖头想拆解它的时候 鞋子竟然变成科学小飞侠所穿的靴子 皮尔断定这只鞋的主人一定是科学小飞侠 于是制定了一个灰姑娘作战计划 他从鞋子的长度、大小 推测出主人的身材跟年龄 于是开始在街上做广告 号召16岁的少女前来参加模特儿的比赛 前5名可以免费到泡菜国整形 珍珍知道这是恶魔党的诡计 但为了弥补自己所造成的过失 独自一人前去参加试镜 由于参加的人数实在太多 恶魔党花了一番功夫 才选出身材符合的前5名 而珍珍自然也是被选上 恶魔党将他们带往基地的途中 珍珍赶紧给科学小飞侠发送讯息 可就在凤凰号接近恶魔党的基地时 讯息突然中断 阿丁凭直觉认定 蒙马像一定跟附近的博物馆有关 果然恶魔党的基地就在博物馆底下 趁铁熊他们大战恶魔党的同时 珍珍也趁机夺回鞋子变身 并救出跟他一起被抓来的4名女子 眼见计划再度被破坏 皮尔打算用蒙马像机械兽 拼个最后一搏 不过铁熊早有仙剑之名 预先在基地内装置了信号发生器 机械兽射出的追踪导弹 竟然随着信号飞回来了 快抓住头目 别让他去上厕所 滚开啊 快闪尿啦 最后又跟往常一样 基地炸毁 皮尔逃走 恶魔党这次的阴谋虽然又失败 但也试破了科学小飞侠变身的原理 进而研发出 可以解除他们变身的变身破除炮 但这武器的缺点 就是使用太多次就会自爆啊 为什么我们恶魔党的武器 都要设计成会自爆啊 废话少说 你要为每次的失败负起责任 这次的任务就由你亲自执行 让我看看你满满的恶魔价值吧 是 专命 结果倒霉的大名 成为恶魔党第一个实验对象 他驾驶着G2号的座机 在半路被恶魔党拦截 结果变身破除炮击中他的赛车 瞬间变回一辆普通车 原来他也跟铁熊一样 是连同交通工具一起变身的 大名虽然及时跳车 但他依然还是选择跟恶魔党玩干 结果这次左脚被破除炮击中 眼看即将变回普通人时 恶魔党的下班时间却到了 笨蛋你已经下班了 还不快给我回来 我可不想付你们加班费啊 是 马上回来 大名就这样幸运的又逃过一劫 当他回到基地 想告诉大家 恶魔党有这种可怕的武器时 已经慢了一步 所有人都出任务去了 另一方面 凤凰号来到一处研究所建造 位于沙漠的地底城市 但此地已遭恶魔党残忍破坏 貌似无人生还 铁熊要众人分开寻找 看看有没有幸存者 不料这一切都是恶魔党的陷阱 小飞侠成员们已经悉数被逮 铁熊更是被重兵包围 难以脱身 皮尔抓住机会 用变身破除炮射中铁熊 这下铁熊终于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人看光光了 不过场景一个切换 铁熊突然就从床上醒了过来 原来是父亲同伴 空中大鲨鱼另外两名队员救了他 留着山羊湖的大叔 介绍自己叫做郑木 而另一位鬼石 更是连生忧的钱都省下 直接说他的声带被恶魔党破坏 无法说话 你的其他队员都被恶魔党抓起来了 哦 那我就放心了 因为恶魔党只会把人抓起来 等人来救啊 果然如铁熊所说的 迟到的大鸣一个人几根羽毛就救了全员 铁熊也随后赶来 众人先是华丽的收拾一票杂兵后 接着使出科学人法乱飞 这招的奥妙之处 就是能让一个像海狗一样撞的阿龙 在空中飞舞 皮尔的破除炮 无法有效瞄准乱射一通 最后的下场 就是使用次数过多又自爆了 自从变身破除炮被研发出来后 恶魔党就像开了挂 基于相同原理 研发出了小型特殊电波探测器 并加紧生产过去曾被打败过的机械兽 在他们身上都加装这种小型探测器 只要小飞侠变身的瞬间 就会被探测器捕捉到 恶魔党这次想要直接摧毁科学小飞侠的基地 不久后 这些什么石火龙 乌贼兽 甲虫兽 过去曾被消灭掉的机械兽 分别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攻击 果然小飞侠们刚已变身 他们的电波就被恶魔党的探测器追踪到 面对机械兽世界各地同时开打 铁熊竟然提出要小队分头去对付 南宫博士一听这作战根本完全不靠谱 便要科学小飞侠先回到基地 结果正中恶魔党下怀 立刻拍出许多小型螃蟹战车跟踪凤凤凰号 幸好真真机警 发现疑似有人通讯的电波 大名扩大雷达范围搜查后 发现不得了了 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恶魔党螃蟹战车 随即通知南宫博士 基地已被发现赶紧撤离 其实三日月岛就是一个浮在海上的人工岛 隐藏在底下的基地可以随时移动地点 刚要离开时 螃蟹战车却吸附在基地的引擎打算自爆 阿丁赶紧出动G4座机 发射一颗磁力炸弹 将螃蟹战车全都吸引过来炸掉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机械兽也都闻讯赶来 石火龙先是冲入海底开始破坏基地 怪鸟兽则是朝海底不断发射飞弹 凤凰浩想浮出海面迎敌时 又被乌贼兽抓住 铁熊下令动力全开 直接拖着乌贼兽去撞石火龙 没想到这一撞 竟然就让两只机械兽直接炸毁了 要知道当初石火龙可是连火鸟弓都不怕 只能解释 这临时加工赶出来的机械兽只有半成品 不是你们没事吧 放心 最后凤凰号90度冲上天使出火鸟影分身 这些半成品的机械兽就一口气通通被消灭 不过皮尔却一点得意 因为他终于知道小飞侠基地的秘密 接下来就能一点一滴的慢慢将他击溃 由于上集基地差点被破坏 阿丁决定给恶魔党还以颜色 他找了一个无人岛开始施工 想将他卫装成三日月岛 阿龙正好驾驶凤凰号经过 听完阿丁的计划后 不但没帮忙还嘲笑了一番 不过南宫博士倒是很挺阿丁 还为他制作了一种红色染剂 要是敌人沾上了这染剂 特殊雷达就能随时掌握到他们的位置 进而找出恶魔党的大本营 为此凤凰号还故意在甲基地的附近巡逻 借此来吸引恶魔党的注意 好让躲在海底的阿丁伺机发射染剂 真是愚蠢啊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骗得了人呢 要是恶魔党真来了 我就把桌子给吞了 阿龙 你真的要吞桌子了 没想到皮尔真的上当率兵前来 并发射鱼雷将甲基地给炸毁 躲在一旁的阿丁也趁机射出装有染剂的鱼雷 报告 有鱼雷朝我们睡过来啦 皮尔大人 这次我不会让你去上厕所的 除非你拖着我们一起去啊 笨蛋 快放开我 靠腰来不及啊 这下死定啊 咦 怎么没事啊 鱼雷碰上恶魔党的部队 将海底染得一片通红 皮尔以为自己幸运遇上了亚旦 想也没多想就率兵返回了基地 结果一共被科学小飞侠追踪到六个基地位置 众人大肆破坏了一番忙得不亦乐乎 这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胜利 无名主宰这时才发现是红色液体搞的鬼 要皮尔自己想办法收拾残局 皮尔干脆将计就计 给海龙机械兽设了定时自爆 皮尔大人您找我有事吗 你马上驾驶海龙机械兽去拦截科学小飞侠 事成之后以后上厕所我都会带你去的 啊 真的吗 我只是太感谢你了 狡猾的皮尔交代完后 就驾着逃生机离去 而落单的阿丁首当其冲成为机械兽目标 只凭G4的坐机根本无法与机械兽抗衡 阿龙平时虽然常跟阿丁斗嘴 但还是担心他的安危驾着凤凰号回来 最后赶在机械兽自爆前挡在阿丁面前救了他一命 卷土重来的恶魔党也研发出小飞侠常用的电波诱导装置 只要将这电波发射器安装在某处 不管多远的距离都能被自动导弹给追踪到 恶魔党故意炸毁一艘邮轮吸引科学小飞侠前来 并派出螃蟹战车声东及西干扰凤凰号 趁机让一艘小型的吸盘鱼潜剑 偷偷吸附在凤凰号底部 科学小飞侠就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将他带回基地 没想到自己最擅长的潜入作战被敌人学走 三个恶魔党小兵迅速就混入基地内 卫装成科学家 由于基地内都是些手无伏击之力的工作人员 三日月岛很快就沦陷 直到这时小飞侠们才被通报有敌人闯入 南宫博士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敌人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安装诱导装置 要是不尽快找出来的话 三日月岛基地就会被导弹炸毁成为历史 于是科学小飞侠分开行动 铁熊与真真留在基地内找出导弹诱导装置 其余三人驾驶凤凰号 找出用来发射导弹的潜水艇 但这基地还真不是一般普通的大 又在里面找出一个小小的诱导装置 简直大海捞针 万幸的是铁熊发现了三名入侵者 决定先将他们制服在逼问诱导装置的所在地 没想到这三名小兵武力丝毫不差 在铁熊与真真合力包围下竟能脱逃 还差点伤了真真 最后成功在他们要撤离时逮住了他们 要是敢乱动 这机枪会把你们潜水艇打成蜂窝 快告诉我诱导装置在哪 比尔大人怎么办啊我们被包围啊 不用担心 只要按下那个红色按钮 一切都能解决了 哦不愧是比尔大人 真有远见啊 加入恶魔党果然是对的啊 结果这傻兵一按线按钮 潜水艇立刻爆炸 随后恶魔党的追踪导弹也全速齐发 就算三日月岛基地能移动 速度也没有这些导弹块 很快就被炸得满目疮痍 工作人员死伤惨重 南宫博士要铁熊与真真 先协助生还的人脱离 他必须先销毁这些资料再走 因为这东西绝对不能落入恶魔党的手中 突然支撑基地的铁架倒塌 南宫博士被掉落下来的重物压到脚无法行动 铁熊成功将生还者送上逃生艇后 却发现联络不上南宫博士 察觉异壮的凤凰号飞快地赶回基地 途中恶魔党本来想将他击落 没想到皮尔有更阴险的计划 他要趁凤凰号回到基地 再对基地发动第二波的攻击 看见基地被毁的大明三人全都惊呆了 凤凰号好不容易从戏凤中钻入基地内 大明立刻与铁熊联系 此时恶魔党的第二波导弹攻击又来了 死定了 这些数量我们不可能躲得过的 看来今天是科学小飞侠的最后一集了 不死心的阿龙开着凤凰号乱撞 想先撞出个洞逃走 明年再回来帮铁熊扫墓 没想到洞是没撞开 却反而将基地撞倾斜躲过了这波导弹 但是尼玛的导弹不是靠基地内的诱导装置指引 怎么可能炸歪啊 总之科学小飞侠是死里逃生躲过的一劫 大明跟阿丁决定游泳进入基地内解救铁熊他们 结果阿丁披风的燕子尾巴太过累赘 被众物压住动弹不得 眼见大明跟阿丁都要一同葬身海底 幸好刚刚的撞击让基地底部破洞 铁熊得以潜入水底将两人救出 最后四人一同来到南宫博士的房间 破坏铁门后救出被众物压住的博士 全员无损的回到凤凰号上 看着即将掉落海沟的基地 大家心中满是回忆与感慨 但里头的研究资料跟技术 绝不能被恶魔党拿走 于是博士下令用神鸟飞弹炸毁基地 大明你今天又来个十六连发吗 没看啊我今天突然不想发了 最后就在铁熊按下飞弹的那一刻 陪伴众人将近90级的三日月岛基地就此消失了 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感谢各位朋友的赞助与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不负责任风动漫的最佳动力 下集肯定是最后一集了 要来揭开恶魔党的真面目 以及大明的生死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